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辣椒做两道家常菜 一是辣椒炒蛋 开胃又营养 另一个是辣椒炒肉丝 那我们先来用辣椒炒蛋 炒蛋的辣椒要用辣的 越辣越有味 那辣椒呢最好隔离操作 哪个手碰 哪个手戴着手套 或者套个塑料袋都行 否则手会辣很久 辣椒先去地 中间破开一刀 然后纸 里面的东西都拿掉 冲洗干净 然后切丝 焦小就斜刀切丝 那放多放少个人喜欢 蛋打开 和通常炒蛋一样 先调味 这个永不喜欢可以拿掉 然后放盐 少许糖 料酒可以不放 因为辣椒可以去腥味的 那如果你想蛋嫩一些 我们可以放少许水 打散待用 炒蛋的油一般要多放一些 辣椒先煸火不要太闷 煸到它不那么脆了 我喜欢煸到软软的 快烂了 又没有烂的程度 然后我们试辣椒多少 放一些盐花 如果你辣椒放的少 不放也也没有关系 因为辣的菜做的再咸了 就没得吃了 然后我们翻匀 后就可以把蛋铺下去了 然后火开大一点 我们等 等蛋稍微成型了 我们再慢慢翻面 炒成这样一块一块的 带点金黄色 就可以装盘了 接下来我们做辣椒炒肉丝 那辣椒炒肉丝的椒呢 如果你不喜欢辣 我们可以换成青椒 或者柴椒 一样可以炒出鲜味 炒出不同的口味 首先我们把肉丝 先调味 浆一下 200克左右的肉丝 我们下两克左右的盐 再等量的糖 再料酒 给它拌匀 拌匀后 再下一勺淀粉 给它上姜 待用 辣椒或者青椒 彩椒也切丝 下油 先煸炒肉丝 油温温的肉丝就可以下了 油温温的肉丝就可以下了 煸炒到肉丝变色 发白就可以先出炉 然后辣椒 然后辣椒下 煸炒到它断生 那辣椒炒 那辣椒炒肉丝的辣椒 不建议炒得太烂 我们根据辣椒的量 放适量的盐 最后肉丝回锅 翻匀后 给它铺一点点水 盖一块盖 开后马上打开 厨房新手 这个时候可以尝一下味道 这样一道肉丝炒辣椒 就又完成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两道家常快炒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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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